也许有网友注意到,近日,一位干净斯文的华语教师,悄悄走红网络。 不仅如此,澳洲最权威的ABC电视台,还为其拍摄纪录片,将它当作澳洲20年来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 这位年仅31岁的数学教师名叫吴艾迪,十年来,这位80后的小哥,用自己的智慧与经验,改写了澳洲的数学教育。 尽管出生在悉尼,并在悉尼长大,艾迪却从小把澳洲人当作其他人看待。 据悉,吴艾迪的父母是马来西亚华人,后来移居澳洲,他的母亲是一位精通18国语言的学者,一直希望儿子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外交家。 没人能想到,这个教数学的老师,在文科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,拿到全额奖学金进入新州排名第一的公立高中后,艾迪学的,并不是大家所想的数学,而是文法和历史。 在高中时,突发奇想的他就创立了补课小组,给同学讲题。 在高考后,艾迪便填爆了悉尼大学数学教育专业,这一选择让周围人甚是不解,原本以为,他会拿着全额奖学金、基深律师或医生等高薪行业,然而艾迪却选择了教育,因为对他来说,自己要的不是钱,而是成就感。 就这样,这名年轻的华裔教师,开启了他的教育生涯,他用争动易懂的讲解方式,将灰色的数学简化成了人人都可以理解的小故事。 其目的就是,让每个学渣都能听懂数学,读书的时候有这样的老师就好了,许多学生,慕名而来。 在YouTube上,艾迪拥有200多万的粉丝。周二,在悉尼一年一度的澳洲日活动中,艾迪发表了演讲,他坦言,自己曾因不是澳洲人而被骚扰和孤立。 他说,今天我站在这里,感觉很奇怪,我曾因为不是澳洲人,而受到过骚扰和孤立。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似乎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,但问题是,我看起来不像澳洲人,或者说我不符合同龄人所认为的澳洲人该有的模样。 我花了很多年才意识到,自己是真正的澳洲人,然后又用了很多年,才意识到澳洲是如何把我塑造成人的。 艾迪表示,教育是打破种族刻板印象,和种族主义的关键。 数学教导人们从不同角度看问题,令人更具有同理心,正如数学具有科学力量一样,数学也具有社会力量。 诗歌是用不同的名字来召唤同一事物的艺术,但数学是用同样的名字,来召唤不同事物的艺术。 他表示,虽然他认为,多样性是澳洲最大的财富,但同时也为澳洲带来了最大的挑战。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自然反应,对周围人的不同感到害怕和不确定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强烈认为,学校、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要发挥作用,帮助我们的孩子拥抱多样性。